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养上各种绿椎 栽种在阳台、亭宴等等那些地方公观赏 可以观赏它的叶片 还有开出的花朵特别高兴 然后得当的话 有些植物能够一年四季开几次花的 今天就拿吊栏来说吧 吊栏养在室内是比较好的一种 净化空气的一种好植物 所以很多花药都喜欢养这种植物 比较的好看、比较的美观 叶片有绿、有光泽、有些带有金边的 不过就有花有反应 自家养了吊栏 养了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这些叶片每一片都出现了折断的现象 折断的现象 还有可能就是以下这几点犯错了 越养叶片断得越快 第一种原因很有可能就是肥料用的不对 肥料用不对的话 这个叶片是很容易出现折断的 我们尽可能不要使用一些单独的肥料 比如说使用一些淡元素的肥料 单独使用一些淡元素肥料的话 虽然说它这个叶片是很容易能够让它快速的生长 不过这些淡元素如果用的不对 它是很容易出现被折断的 为了避免继续折断 我们可以用到一些比较好的肥料给它补充喷丝 比如说一些磷钾肥为主的磷酸二斤钾 高纯度的磷酸二斤钾每七天喷洒一次 一比一千的量 在太阳下山之后整个脊柱的月面正方面给它喷洒均匀 只要喷洒几次了它就会减少折断的现象了 第二个就是盘土浇水过多 盘土浇水过多的话积水期间异常了 这个叶片也是很容易出现折断的 比如说我们摆放在一些光照比较不足的地方 时间一长了积水过多叶片也很容易出现折断 这时我们一定要减少浇水的量了 可以补充一些假元素 要一个根吸收了 这个叶片就能够吸收到充足的养分 就不会受到折断的现象 总的来说浇水过多还缺乏光照 这个叶片就容易折断的现象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长时间切光了 跟第二点也是一个样的 一旦切光时间过长了 它也是很容易出现被折断的现象的 夏天我们可以给它一些散射光 不要强光暴晒 强光暴晒的话 这些叶片很容易出现尾粘 发远卷据等等一些现象的 最好是以散射光为主 如果我们所在的环境就比较的爆裂 就是光照比较的毒辣的话 一定要给它做一个遮阴处理就得了 因为吊栏呢 它本身就是一种半洗凌植物嘛 半洗凌植物 不要给它讲光暴晒就可以了 最好是养在一个半潮湿的环境下 最容易让它生长 避免折断的现象的了 我们在平时养活吊栏的过程中 刚才以上所说的那三个要点 一定要不要放错啊 放错一个就会容易折断 一定要避开就得了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刚才上的方法对大家的帮助 一定要避开 好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